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好处是什么呢 有的人他的架拍如果低 你这个空间的选择时间太长了 你就很难去强达高点 你拉在这里 你觉得好找这个球吗 那个球在这呢 对不对 你肯定是尽量的舒展打开 拉近一点 你得好找球吧 对吧 好 第二个 在转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刚刚大家看了 我这个手臂是伸直的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你第二步引拍做错的话 你是伸不直的 比如说是什么样子 比如你看我转身机来 很多人呢 手肘太向外了 如果你的手肘向外会怎么样 你打起来 他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弯的 我们不能够让它是一个弯的 我们在近拍的时候 这个手肘一定是朝前的 就是尽量的 要把肘往前放 你才有可能打到最高点 如果你的肘是往外放 看到没有 就是打不了最高点的 第三个就是在大家接触 球的那一刻 要一定打完球的时候 一定要锁住 锁腕 如果你不锁腕 你的力量集中在 手臂上 他的那个球 会刹得很平 到后面这个手腕 大家注意看啊 大家应该看清楚 到后面这个手腕 有一个锁腕的感觉 这个感觉 你不做出来 他那个球啊 就会飘 这个我推荐大家几个训练方法 坐着 为什么要坐着呢 因为你不好接力 坐着 好 抬起来 锁住 看到没有 这个是你们自己能够练的 在你不熟练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往下一压 你先打高球 可以打高球 可以找到可以打高球 这个同时也会练到你的进走 他也很熟练了之后 进 看点砂球 这个是我们砂球的最后一步 两个人平时没事 多去练一点 这个感觉 然后再讲下一个问题 砂球 那有单脚起跳 还有双脚起跳 那肯定大家都觉得双脚起跳 会更有威胁 其实只有一部分人 双脚起跳 就是比较厉害的 高水平的 男子运动 你看驴子运动员是很爽脚起跳的 因为进攻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 是为了让对方失误 让我们厂商的节奏变得更快 单脚起跳 对于大家来说 我认为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这个可能可以让你连贯更好 如果你的双脚起跳里边核心力量不足 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最高点去杀球 因为你在制空的时候 你的能力没那么强啊 你会往下掉 那我还不如去说去做一个单脚起跳 抢到最高点 去把这个球给他杀过去 第一个要练的就是原地杀球 原地杀球 好你站好 也是找个小伙伴 尽量的不要让他站你前面 每天把他投了 刚刚说的 左手对吧 身拍长于身后 看你的拍面 然后劲的时候 来压来劲 去原地的 去杀 大家注意看我的脚啊 这个原地杀的要注意啊 为了防止大家的腰胯手同时劲 我们的脚是不动的 注意看我脚 是转 看到没有 脚是不动的 如果你脚动 你是很难找到这种感觉的 所以刚开始练的时候 脚尽量别动 当你这个很熟练之后 第二个就是把我的脚呢 训练一个单脚的起跳 就是把我脚抬起来 一样的动作就好 抬起来就跳 跳伤就练这两个 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杀出那种感觉 我们的训练目的达到了 但这个训练目的 我刚刚说的 跟大家说什么 是有些不能犯的错误 比如说拍面外翻 架拍太低 没转身 左手 非十拍手 没有带 包括还有你的肘 这些都是基本不能犯的